天空不停地下着雨 有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爸爸看着天空 小女孩问她的爸爸 最近一直下雨耶 这样子天上的水会不会下光光 以后就不再下雨了呢 同学们 如果你是那个爸爸 请问你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 还记得国中时曾经学过 蒸发只发生在液体表面 原因是液体表面的水分子当中 有一些动能特别大 这些水分子就可能挣脱周围水分子的束缚 而变成水蒸气 液态水在任何温度都会蒸发 温度愈高时 动能较大的水分子变得更多 所以水愈容易蒸发 空气中的水蒸气也可能会凝结 当满足某些气候环境时 水蒸气可能会凝结成小水滴 进而发生降雨或降雪的现象 所以雨或雪极为空气中的水蒸气凝结而来 因此天上的雨不会下光 降到地面的雨会蒸发变为水蒸气 空中的水蒸气多了 又可能再次凝结降雨 这就是水的循环 那么自然界除了水循环 还有没有其他的物质循环呢 你都想到了吗 除了水循环 还有在地球不同系统中产生循环的碳循环 即氮循环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经植物的光合作用 转变成碳水化合物 但是光合作用的发生 除了需要二氧化碳和水 还需要阳光提供能量 作用后可得葡萄糖和氧气 而葡萄糖可提供植物或动物能量 氧气可供动物呼吸 动物将植物当作食物 将碳水化合物转化为动物组织 动物的呼吸作用可产生二氧化碳 而在动植物死亡后 被微生物分解时 会产生二氧化碳 或者遗体埋藏在地底下 经过长时间后变为化石燃料 在经由人类的工业活动 火力发电或交通工具燃烧化石燃料 会把化石燃料变为二氧化碳 再度排放到空气中 这就是碳循环的过程 对生物而言 氮循环也是维持生命的重要循环之一 因为动物需要氮元素来合成氨基酸 植物需要氮元素来合成叶氯素 虽然空气中含有大量的氮气 但绝大多数的生物并无法直接利用氮气 因此自然界的氮会由四种作用所构成的循环 分别为固氮作用 氨化作用 消化作用 脱氮作用 进入生物体内 固氮作用是将氮元素转变为氮化合物的过程 自然界的固氮作用主要由固氮细菌完成 另外闪电附近的温度很高 也会使附近的氮气和氧气发生反应 还有1909年德国科学家哈勃发明的治氨法 是利用氮气和氢气为反应物 铁粉为催化剂 在高温高压的环境可合成氨气 这是人类发明的固氮作用 到了2019年 全球工业大约生产了2.35亿吨的氨气 其中大部分适用以制造化学肥料供农业使用 人体中的氮元素 超过一半是源自于哈勃法治氨而来 动植物死亡后的遗体 或是动物的排泄物中含氮的物质 经由微生物分泌的水碱酶或蛋白酶作用 转变成氨 此为氨化作用 而氨化作用主要由细菌和真菌完成 土壤中的氨离子或氨 经由微生物作用 氧化为亚硝酸根 再氧化为硝酸根 此变化称为硝化作用 硝酸根 藉由微生物作用 转化为氮气或氧化氮回到大气中 此为脱销作用 亦称为反硝化作用或脱氮作用 自然界的物质虽具有循环作用 但人类活动可能对这些循环造成巨大影响 例如 大量燃烧化石燃料 又大量砍发森林 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过高 农业使用过多含氮肥料 畜牧业排放过多动物排泄物 使土壤或水体含有过多的氨或硝酸根 可能毒害水生动物 或造成优氧化问题 人类在享受科技或生活便利的同时 应该要考虑到如何能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唯有好好爱护这个地球 才能让人类在地球永续生存下去 如同1987年联合国第42届大会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 《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曾提到 永续发展是让当代人类的需求和愿望 能够达到基本满足的同时 也能保有后代子孙发展机会的模式 2015年9月 联合国永续高峰会 通过2030永续发展议程 发布17项永续发展目标 SDGs 破坏至西元2030年重要的永续蓝图 透过设立全球共同的永续发展目标 让每一位的地球公民一同参与 形塑我们理想中的未来 我国行政院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 于西元2016年11月开始研定台湾SDGs 订定符合台湾发展现况的西元2030年SDGs 及指标 并已于西元2019年公布 最后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这支影片的学习内容 物质的循环 包含水循环 碳循环 氮循环 水循环是利用水的三态 在地球上进行循环 碳循环的碳元素 从二氧化碳经由光合作用进入食物链 并透过动物的呼吸作用 或形成化石燃料后燃烧使用 回到大气中 氮循环由四种作用构成 分别为 固氮作用 氨化作用 消化作用 脱氮作用 3.2.1 5.2 5.2 5.1 5.1 5.1